另外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林口地区的子弟系呢 近来除了要举办这个盛大公演之外呢 还特别将这个家宝国小的小小子弟系纳入重点栽培 还要同时特别邀请这个专业的戏曲老师来教导小学生 希望让这个年轻的一代呢 有机会来认识林口子弟系的文化特色以及发展脉络 林口地区除了子弟系盛大公演以外 特别将家宝国小小小子弟系纳入栽培重点 透过邀请子弟系专业戏曲老师的训练 让更多年轻一辈的孩子 有机会认识林口子弟系的文化特色与发展脉络 为地方文化的未来发展着力 家宝国小的子弟系在地方上已经颇有口碑 那在这五年多 我们每年都是利用小朋友周三下午的社团时间来进行练习 特别外聘到廖雄之歌仔继传的团员王敏莎老师来协助指导 那还有我们校内的陈嫂老师当作平常的训练 家宝国小小子弟系的排演 那曲目是成三魔镜 那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以前早期追女朋友的故事 那剧情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家宝国小呢为了传承子弟系也有这样子的子弟系的才艺班 再传承我们林口这边特有的宣色文化 配合林口地区子弟系文化节的特色活动 今年家宝国小有11位学生担任节目演出 为能使表演更加生动出色 学员们从暑假期间就在指导老师的教导下练习至今 区长朱思荣特别在排演期间前往给学童们加油鼓励 那小朋友非常的认真 在这次成三魔镜的戏码里面 我们总共有11位小朋友上台演出 那非常的精彩 敬请大家期待 在10月29号 今年在10月29号的上午 会在我们竹林山观音室庙前广场 子弟系文化节一并演出 到时候精彩可期 那也希望呢所有的区民呢 一起来观赏我们家宝国小小朋友精彩的演出 家宝国小的小小子弟戏团每回演出 借以台语原味呈现台湾传统戏曲 活泼生动的表演方式都获得观众的热烈回应 10月29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这群小朋友们的精彩演出 记者在林口采访报道